蘇花改全線通稱 花蓮富里就推出全新打卡景點 富里稻草藝術節 創意來自泰國清邁和日本新系的稻草藝術季 蒐集六公頃的稻草 聯合專家 學校 社區居民 在15公頃農地上 打造17件巨大的稻草地景藝術 高度超過4米的大猩猩 出沒在花蓮富里農會 超級吸睛 讓人印象深刻 吸引遊客來拍照打卡 她有把她的樣子主題抓住 不一定要做得很細 滿可愛的 大心情真的很棒 今年花蓮富里香 借鑒國外的稻草藝術季經驗 蒐集六公頃的稻草 集結各社區和小學共同創作 搭配鼠年 設計出各式各樣的可愛老鼠造型 模樣相當逗趣討喜 這個李山就是稻草啊 稻草在利用啊 對 我們不是說把它弄成堆肥嘛 然後我們是把它做成稻草 這個就是符合李山的條件 別人不要的東西 去把它就是再重塑一個型 給它一個新的生命 對 像我們這個花都是啊 就是別人看不到的 然後我們就把它做成 那種永生花的概念 讓生命延續 巨大稻草作品 大都以動物或生肖為主 網友犧牲它為稻草動物園 遊客逛累了 還有社區市集可以逛可以採買 希望藉由藝術品 讓遊客看見副李的人文特色